是...不對,是我 剛剛有調順序 大家好,我是Ted 然後我們這個提案是開放學生自治社群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想要做什麼 就是目前各個學校的學生自治社群 應該是他們的自治團體其實是跟開放自治這個概念是很沒有相關的 那可能他們的治理透明度或是可以參與的這個 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去進行達成 那尤其是因為我們學校 我是北市立數位始終當,我們學校非常新 所以完全可以看出這件事情 從剛開頭就需要進行一個改善 OK,那即使停止有年的學生自治團體 他們也會需要進行改善 那所以我們目前是希望可以把開放文化 推動進行學生自治的組織 那透過這個方式讓學生自治這部分可以更順利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主要的目標 那今天的話其實我們 因為這個專案其實雖然有一陣子 但是我們還算我把它定為剛起步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如果是學生自治相關的夥伴的話 可以一起來討論你們現階段的治理模式 然後你們覺得它跟開放治理有沒有相關的一些議題可以討論 那另外的話如果是開放文化推廣者的話 如何推廣到非領域內的工作團體 包含其他 不管是不是學生自治 任何的社群我們都可以一起來討論 是不是有方法可以去做應用 那以上是 我們的提案有我,我是Ten 然後我是北市立數位始終的學生會高一學生代表 Sky是師大志工的系學會會長 然後凡藍的話也是一名社群參與者 那他現在好像在結尋上 那所以就 那你有一些人分享嗎 就是如果有參與過或者是 就是有 無論是實際有在舉辦或是參與過 就是學生舉辦的任何 自治相關的活動的話 然後有任何的相關都可以在這邊 那它其實就只是一個就是 剛開起來的社群 那就是它還是很新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裡面就是 講任何 你覺得認為就是能夠讓 學生的資金社群裡面能夠 更 任何一個都可以好不好 那公比的話我們待會會開 然後頻道我們還沒開 頻道我們等一下開一下 Slack 叫做 OpenStudentOrg 就是 Open 然後 Student O-R-G這樣 OK 那我們提案先生大 謝謝大家 好 我要繼續給大家開一下 因為我要主持 OK 好 下一個提案是 呃 C